十二人 十二种个性 他们可能是善战的狼 年轻人就是得拼搏 或退堂的骨 我真的觉得咱们没必要再挑战 呆萌的兔 又要挑战我们吗 觉得我们是软柿子 或狡诈的狐 你真赖大爷 就他幸福的我 救他 救他 救我们俩 你把扫一下 小心我们扫的你 该摔脚了这些吗 这种亲密不好吧 练足吗 十二位旅客 将分成四组三人型的旅行搭子 即将开启十趟盲盒之旅 有发了 在旅途中创新式打卡当地特色 感受当地人文风貌 在这边可多吃的了 吃饭吗 饿了 可是现在没有钱啊姐 十二位旅客 在享受风景的同时 他们会通过 环乘旅途中的任务和挑战 解锁当天饮食和住宿 怎么还能抢呢 永明不要相信女人啊 我想知道多少钱值得你们这么拼 抓住他 抓住他 我学生这么家子呢 旅途中茫茫不断 十二位旅行搭子们的盲盒之旅 将如何打开 那我们要去哪个地方 我们现在去干什么 为什么要戴眼罩啊 游游酷出品的全新综艺 盲盒旅行局 近日开始录制 一众明星强势组队 它们分别是由 沙翼 杨超越 何宇组成的 游游游队 由岳云鹏至凌晨 上小居组成的爱笑男孩队 由武艺沙岳成肖组成的 五岳成团队 和由游学艺天佳瑞 夏之光组成的 一夏天队 对名是有了 口号自然也是少不了 这部武艺就发微博请求 各路网友大声 帮自己的队伍 想一个响亮有趣的口号 沙翼也是在下面积极回复 而网友们也是脑洞大开 神明义气代表月亮消灭秘 五岳一消 城门厚岸 威武不惧越战越嚣张 简直就是高手在明界 不知道作为当事人的沈岳和武艺 看到这些奇葩口号 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而近些年 沈岳凭借着开朗活泼的性质 在各大众中收获了一大批的粉丝 盲盒旅行局 作为一档旅行类节目 沈岳无疑是十分合适的旅行搭子了 此次她和武艺成肖一同初心 不由得让大家非常好奇 路途中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 开心有趣的事情 就让我们试密带吧 共同初心 这部由沈岳武艺成肖 共同组成的五月成团队 就开启了愉快的旅行模式 在近日的路透信息中 众人也是问起了沈岳最想和谁组队旅行 而沈岳的回答也是让人没想到 好好好 你俩私下竟然是好朋友的关系 哈喽 哈喽 欢迎来到盲盒旅行局首录 先告错 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给你准备的盲盒 啥?扇子? 对 劝你扇聊 是的 这把扇子送给你 首先是可以为了让大家旅行当中 缓解暑气 有什么限写的 如果让你旅行的话 你会想邀请哪个朋友过来 来这个给你一起玩 上一串 你邀请了吗 没有 他可能没接到这个通告吧 我们上一串没有一些旅行过去吗 没有 我们只要是淘宝物件的 油油酷出品的全新综艺 盲盒旅行局目前正在火热录制中 一众明星纷纷足见旅行搭字 共同出行 开启一段奇妙之旅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节目的录制环节里 夏之光一直被一众珍爱粉丝们呐喊求婚 真的有被他的粉丝狠狠笑道 求婚这种事怎么还有一起来的 果然盲盒旅行局是处处存在着惊喜和意外 而备受粉丝们期待的河宇与刘学艺 也终于在盲盒旅行局里同框出现 有种夜安式跨时空和夜顶之见面的感觉 否则组合在综艺节目中相遇 这不由的让一众粉丝们期待两人见面 是该如何打招呼呢 而在盲盒旅行局的最新采访中 记者也是问起了刘学艺和田嘉瑞夏之光的嘴对感想 刘学艺说自己算是没苦硬吃 对田嘉瑞和夏之光的青春活力 刘学艺显然是不能轻松下遇 果然爱人还是无法轻易融入一人的世界啊 上次采访就是您说想和田嘉瑞夏之光组队 想感受美好 经过上一轮的录制 你是真的感受到美好 我发现我就是在没苦硬吃 他们就是太美好了 这青春活力你知道吧 就是拉着我就真的 太易了 对就溜死我了快 但其实还有就第一天嘛 其实后面就还好 看到这些路透信息 小编已经迫不及待的 期待房和旅行局的播出时刻啦 沈月的录制现场装扮 引起了一众网友的热评 沈月在跟桃州街头做任务时 上身穿着宽大蝴蝶图案的上衣 搭配小短裙 这样的辣妹穿大 只伤人眼前一样 单就是说没有什么衣服 是咱们沈月驾驭不了的 近些年 沈月凭借着开朗活泼的性格 收获了一大批的粉丝 也活跃在各大综艺节目中 而盲盒旅行局 作为一档旅行类的节目 沈月无疑是十分合适的旅行搭子 相信咱们活泼可爱的沈月 一定可以在节目中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 不一样的欢乐体验 要解锁更多关于节目的惊喜 快来优酷一起期待 盲盒旅行局的播出时刻吧 由优酷出品的全新综艺 盲盒旅行局正在火热录制中 一众明星嘉宾加盟其中 纷纷组建旅行搭子 共同出新 在节目录制前的提问环节里 工作人员问起 杨超越那件 以老师求放过的T恤想要送给谁时 杨超越立马点了 写迪亏导演的名字 并说 希望她穿上这件T恤之后 走在路上能够安全点 看得出来 超越美美只是18进的冲浪速度啊 各种互联网报告完美拿捏 美丽的风还是吹到了吗 和旅行局 还有一个 一老师求放过 你想把这个T恤送给我们 兼联网络的那个老师吗 兼联网络的老师 这样的老师看 可能就会 就是能安全一点 坐在路上 一老师求放过 战队里发的这个 要求是什么 我喜欢就是爱做攻略的说 到这必买是吧 就是我喜欢那种 给我种草的人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 其实对什么我都不太了解 也没有什么欲望 然后这种机器有欲望 我告诉他们 这个得买 这个到哪儿呢 哪儿买不到 这个地方必须得去 一瞬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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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优酷出品的全新综艺 盲盒旅行局正在火热录集中 一众明星嘉宾加盟其中 纷纷足见旅行搭子 共同开启一场充满惊喜 与欢乐的旅行时光 近日盲盒旅行局的步伐 一来到了哈尔滨 小编也在录制现场捕捉到了汪峰的声音 只是这一开始着手点认不出 汪峰一改往日不感野心的状态 平头墨镜综实感难免状态极佳 身穿深蓝色 工装套装 在一众色彩斑斓的嘉宾里 竟然显得十分特别 而另一位录制嘉宾 超越美美则是颜值稳定发挥 红色丝带边发 红黑白格子上映 再加上黑色短裙 俊显青春活地 自从参与录制以来 杨超越就变身百变少女 每次路透都十分亮眼 或青春或随性或潮酷 简直就是行走的衣处 美美打很安心 总之已经等不及要一探旅行搭子们的花的时光了 期待盲盒旅行局快快上桌 由优酷出品的全新旅行综艺 盲盒旅行局正在火热录制中 以众明星纷纷打卡 组建旅行搭子共同出行 它们分别是由沙翼、杨超越和宇组成的 悠悠悠队 由岳云鹏、季灵晨、上小菊组成的爱笑男孩队 由武艺、沈岳、成潮组成的五月成团队 和由留学艺、田家瑞、夏之光组成的异夏天队 近日关于节目的路透也纷纷曝光 艺人河宇戴着黑色头巾 一身夏威仪式的穿搭 少年感满满简直就是太扬眼了 在录制中意外偶遇了 刚刚合作过的赵丽颖的脏花照 立刻掏出手机和照片合照 简直就是在演追星的我们 近些年河宇凭借着优秀的外形条件 和精湛的眼镜走进大家视野 相信此次她加盟盲盒旅行局 一定会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河宇 想要解锁关于盲盒旅行局的更多惊喜 快来优酷一起期待节目的播出时刻吧